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的光是柔和的 是对自己情绪的控制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用微笑代替生气 用努力代替抱怨 任凭语助 总有天晴时 经历奔波流离 风波苦痛 不抱怨生活 不苛责自己 默默点亮一盏心灯 经历过再多的风浪 依然对生活充满热情 对未来充满向往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活一世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有一盏灯能照亮前方 有一束光能穿透胸膛 有一些品质能让生命闪光 有一些信仰能让灵魂皈依 人不必有倾国倾城之容貌 也不必有腰缠万贯之财富 甚至不必有博大精深之财学 人最重要的 用一生去坚守并督行应该恪守的品格 生命诚然可贵 然而还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三种品格 那就是善良 正义 担当 善良与贫富无关 我总认为 善良是生命之根基 是人性之制高点 心存善念之人 人生路定会走得踏实 顾问 善良是人性中最璀璨的光芒 它包含了生命对生命的人词与悲悯 宽恕与救赎 在某种境遇下 善良还包含隐忍与拒绝 世界纷繁复杂 每个人都会面临种种诱惑 也因此 每个人都无时不再接受人性的考验 于是有人在诱惑面前轰然倒塌 失守了本该恪守的品格 也有人在诱惑面前坚如磐石 固守了人性的净土 真正的善者 不论面对怎样强大的诱惑 也不论世道如何丑恶 他们都警戒分明 圣徒般地坚守圣地 绝不逾越良知的界限 很喜欢梁小生对文化的表述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 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我理解这四句话中 每一句都离不开以善良做底蕴 善良与贫贱无关 与富贵无关 与学识无关 与职位无关 它存在于每个心存善念的普通人当中 这世间能让一切人与人之间无私无畏相处 能让一切事与事之间合情合理存在 皆因有了善良 正义是人的底线 正义的含义包括惩恶扬善 是非分明 处事公道 态度公允 利益平衡等内容 正义是法源之一 更是法的追求与归宿 希腊诗人米南德说 正义胜似法律 可见 正义不仅是法之源 更是法的最高境界 作为道德范畴 恰当的正义之举 具有超于法律的威力 正义很大范围 来源于广泛的社会群体力量与个人行为 它存在于崇尚和平 公正 正直等美好品格的人当中 除以恶 掌实善 人应当有一颗善心 但善的底线是正义 没有底线就是没有原则 当善良失去原则 就必然助长恶 纵容邪恶就是对正义的亵渎 只有心怀正义才能与不良的社会现象作斗争 只有维护正义才能让邪恶无处藏身 维护正义就是维护社会规则和秩序 维护正义也是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道德义务 担当是一种责任 一种境界 一种精神 是无需扬边自分体的道德情操 所谓担当 不只是对小家庭要有尖挑重任 勇于承担的气度 还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作为社会分子的每个个体生命 都有责任努力担负起一份社会责任 忠于职守是一种担当 客己奉公是一种担当 弘扬正义是一种担当 利得数人也是一种担当 人的禀赋各不相同 但只要各施其才 各尽所能 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前行 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一切担当都必须受制于人类崇高的美德 譬如真理 文明 人道 因而 它的最高境界也必然来源于 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引领 事实上 只要是每个人格优秀的个体生命 都会对社会进程产生友谊的促进作用 它们的存在 为社会坚守了一方净土 它们的言行 又为社会传承了一份光明 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形而伟大的担当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拥有善良 正义 担当的人 就是内心有光的人 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不仅能照亮自己 同时也能照亮别人 在它们身上散发着强烈的正能量 所到之处 皆能形成一种有利磁场 它们付出一份善良 别人就能感受一份温暖 它们维护一种正义 别人就能获得一种平等 它们永挑一份担当 别人就会懂得一份责任 良好的氛围既促进了彼此互修 同时为社会创建了积极向上的小团体 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最好的生命状态 是去感染更多人 可以通过自身不断努力 来丰富阅历 提升境界 拓宽视野 从而扩充光源 增加能量 打通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让更多的人 潜行在通往人性光芒的大道上 此心光明 亦复何言 内心有光的人 不仅生活得积极向上 充满正能量 而且能够实现生命最大价值 更能为社会输送阳光 绽放芳香 从前有一位老婆婆 她家中的两个女儿 老大嫁的丈夫 是一位卖伞的小商贩 老二嫁的丈夫 则是一位卖鞋的小商贩 每当晴空万里的时候 老婆婆就满面愁容 叹气道 太阳这么晒 买雨伞的人很少 大女儿该怎么生活呀 可到了下雨天 她又担心自己的二女儿 雨这么大 谁还去买鞋呢 我那二姑娘的日子 也不好过了 因此不管晴天还是雨天 老婆婆就没有开心过 总是忧心忡忡的 直到有一次 一位大师碰见了老婆婆 听了她的哭诉之后 劝慰她 老人家 您多虑了 这种事您应该开心才对 您看大晴天的时候 二女儿的鞋子销量很好 下雨天的时候 大女儿的雨伞销量也不差 老婆婆听完之后 觉得非常有道理 自那儿以后 她便不再伤心了 反而还帮衬着女儿们 卖鞋卖伞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王阳明之所以能够成为 心学专家 这跟她的好心态 密不可分 正所谓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这句话 足以总结了 王阳明的一生 她那颗充盈而又光明的心 替她照亮了一生的路 王阳明与友人出游之时被问 如此花束在深山中自开自落 与我心意何相关 她回答道 你未看此花时 此花与辱同归于迹 你既来看此花 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哪怕洪水滔天 我心安然 哪里都是桃花源 哪怕暗夜无边 我心光明 哪里都是水云间 世界在呼唤内心有光的人 倘若能有更多人 成为内心有光的人 倘若人人都能做到内心有光 这个世界 就一定会少一些丑恶 多一些美好 少一些纷争 多一些和谐 少一些苦难 多一些幸福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让前方有明灯 胸中有光芒 生命能闪光 灵魂有家乡 做一个内心有光的人 明媚自己也明媚世界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